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剛剛一邊在聽楊兆大哥說 Wes Montgomery 我想到對呀 其實這種 隨筆式的雜記最後編成這個樣子 就像在聽一張爵士樂唱片嘛 對不對 他一定有這樣覺得才會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故意要從爵士樂開始講 爵士樂最重要的特色是即興 但即興 再怎麼即興都不會是亂吹 即興發揮到極致 爵士樂發揮到爛手時代 就出現所謂的自由爵士樂 對於一個不習慣的耳朵來說 聽到就覺得它根本是歐巴本啊 鼓打鼓的貝斯彈貝斯的 薩斯風吹薩斯風的鋼琴彈鋼琴 根本各自都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那個 你真的聽得進去的話 你知道它不是沒有關係 只是那個關係不是那麼直接的關係 所以那個功力反而需要更厲害更厲害 才有辦法在一片混亂之中找到混亂之中的結構 對啊 用這樣的方式看這個書 搞不好那個樂趣會更加倍也不一定 對 我們在聽早期的那些專輯流行音樂是這樣 1980年代之前是沒有MV這種說法的 就MV它是在1980年美國的MTV電視台創辦了 然後把MV變成唱片工業用來宣傳非常重要的形式 在這之前當然有影片搭上歌曲的宣傳影片 這個是有的 但是它還沒有成為一個專門的工業 或者一種專門的創作形式 在這之後很多的歌要主打 一定要推出相配合的一個MV 所以有很多經典歌曲 我們現在閉上眼睛一想 啊 Michael Jackson Black & White 就是那個畫面 你想啊 Billie Jean就是那個畫面 Thriller 你一定想到一堆吸血鬼在跳舞 因為那個MV就是跟這個歌綁在一塊兒的 但是在更早的時候不是這樣 你說The Beatles Pink Floyd The Zeppelin 他們那個時代沒有這種東西啊 所以每個人聽那個音樂你想到的畫面不一樣 我們能想到的畫面最直接的畫面是什麼 就是唱片封面 因為早年沒有MV 所以聽唱片的人只能一直盯著唱片封道看 所以你就知道很多早期的歌迷 他們有很多關於唱片封道的傳說故事 比方說The Beatles他們從唱片封面看出很多線索 就說保羅麥卡尼在哪一年死掉了 找了一個長得一樣的人來代替他 然後Beatles為了隱瞞這個事情 但是又想讓大家發現這個秘密 就在封道裡面藏了很多的線索 會想出這種奇怪的事情 我覺得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迷幻要吃的很多 第二個就是你沒別的事可做 你在聽唱片的時候只能一直盯著封道看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經典搖滾樂唱片 都有相對應的跟封道有關的傳說 Bob Dylan的John Wesley Harding 那封面根本就是一個黑白照片 Dylan跟幾個英明人站在樹林裡 有人說把那個照片倒過來 在樹皮上面又看到一個什麼人臉 這個The Eagles of Hotel California 有人說封底的那個照片角落放大 會看到撒旦的樣子 類似這樣的故事非常非常多 還有一些也是你反正歌詞聽不懂 你覺得你非聽懂不可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預期他們是這麼偉大的藝術家 我們不可能聽不懂 我們聽不懂一定是我們的問題 他們一定要有什麼訊息傳給我們 他們一定要有什麼神秘的訊息藏在歌裡 我們要想盡辦法把這個訊息解碼出來 那怎麼去解碼呢 一遍又一遍地聽 一遍又一遍地聽 還是聽不懂 好沒關係 唱片倒過來推 倒著放 倒著放會不會聽到一些什麼東西 好死不死 比方說The Beatles當年真的會把一些東西倒過來放 然後藏在這個歌裡面 他們就 我發現了 我發現了 發現了什麼 不知道 就繼續去研究 有很多這種事情 想一想蠻有意思 因為只有在那樣的環境條件 才會有這樣的閒功夫 現在 叫你們去download一首歌都懶得 因為YouTube點一下就出來了 然後前奏超過20秒就沒耐心了 就跳下一首 誰有閒功夫還把倒過來放啊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其實 這種感覺就 也說穿了本質上有點共通的 就像當年 楊兆大哥在學生時代 到了我的學生時代 我們捧著洛夫的十四隻死亡 在自己的書房 或者在建中附近的冰店 一行一行地想辦法去破解那個密碼 因為反正閒著也是閒著 而且我們都相信一定有什麼東西藏在裡面 破解出來之後的成就感 那個reward一定是無比巨大的 所以 那個也是貫穿 至少貫穿我自己的青春期 在接觸所有被稱讚成是經典的偉大的藝術作品 不管是一幅畫 一張唱片 一本小說 一本詩集 一部電影 對 它好像是經典 它很偉大 它偉大 我一定要能夠懂得它何以偉大 所以我就要想辦法看懂它 我要想辦法聽懂它 聽不懂它的話 一定有問題 一定是我的問題 我想辦法讓自己覺得我懂了 真的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就會翻來覆去的 一直聽 翻來覆去一直看 然後就覺得 人世間所有的偉大的作品 一定都能夠排出排行榜 有第一偉大 第二偉大 第三厲害 第四厲害 這個 所有的偉大的藝術作品 一定都有一個訊息 那個訊息一定很清楚 我看不見是我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會有 這個 就算你看不懂也沒關係 或者它也不是叫你懂的 所以要是那個時候 我跑去看了念演揚 我應該也會很挫折 然後我一定會想出一個辦法 讓我自己覺得我懂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的感覺吧 OK 好 我們剛剛聽了他們兩位來聊 可不可以 我知道揚照要插嘴 我只是 我是要補充 要補充 我補充 馬方剛剛講的話 可是我覺得 剛剛馬方講的一件事情 對我來講 是有非常具體的切身的感觸 就是因為那樣 所以那個態度說 當你碰到了你不懂的東西 是你的責任 是你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態度 對我來講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這是一個 我們那個年代 留給我最寶貴的一種 一種東西 也就意味著說這樣 因為這樣的態度 所以當你碰到你不懂的時候 你不會逃 然後你努力把它弄懂 當你把它 你認為你把它弄懂的時候 不管它是音樂或者是經典 或者是電影 它就變成你自己的 因為其實那個中間 很多A跟B跟C 到底為什麼發生這樣的關係 其實是你把它連結起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去讀很 我們閱讀 不管這是對象是音樂電影 或者是書籍 其實我們讀到後來 我們都讀到我們自己的 像我敢百分之百保證就是 馬方跟我都讀十四隻死亡 馬方讀到的 好了 因為我們兩個大概都 我們大概都只能 如果真的要談 就是談前面十首 我們兩個讀的一定都不一樣 他讀的是他的 我讀的是我的 我當然知道 我讀的一定是我的 因為我連十幾歲的時候我讀的 跟我50歲的時候讀的都不一樣 我根本不知道 十幾歲的時候 我知道你是怎麼讀的 但那種 因為這樣 所以這些是別人創造出來的作品 會變成你的 會有一種財產感 我覺得這是很過癮的一件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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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